大家好,我是Kyoko 第一次的意思是我們去機場時會用到的日文 又或者是去餐廳 或者是乘巴士、地鐵等等會用到的日文 我們的主題以這個旅行為主 首先今天第一次要講的 我們先講一下在機場會用到的日文 我們先介紹一下東京的兩個機場 東京有兩個機場 第一個是成田機場 另一個是宇田機場 當然 我去東京的時候 我幾次都在成田機場下機 還沒去過宇田機場 不知道哪個機場比較方便 但是現在因為習慣成田 所以我覺得成田比較方便 尤其是我很喜歡住池袋這個地方 它有這個Skyline 上野七個字 然後全山手線兩三個字 真的很快就可以到達池袋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宇田機場 會去池袋更方便 因為有些朋友告訴我 其實他們覺得宇田機場 是比較好一點的 成田機場是比較遠一點的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告訴我 好像說了很多廢話 大家可以直接去後面學這個日文 我們先講一下成田機場的日文 成田機場的日文是 所以大家千萬乞坐車的時候 不要坐錯了另一個機場 否則 就應該會失敗了 我想兩個機場都相差得很遠 應該是跑不了去追機的 的了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 大阪是在大阪的机场 大阪是有个叫关西国际空港的 它的日文读法是 对比起东京 我去大阪的厕所是比较多的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大阪多些的 因为觉得大阪的人好像比较朋友 去东京不知道是否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来 是比较冷漠 就是有点都市人 比较像香港人 但是你在大阪接触到的人 它是热情一些 或者你看到他们的样子 是没有那么黑面的 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大家可能会喜欢东京多些 因为它比较多流行的资讯 好 下几个要说的 就是我们在填方的时候 你填入境表的时候 它要问你你今次的旅程 是观光 留学 或者是工作等等的 观光的日文是 看光 是观光 出差的日文就是 出座 就是工作的意思 就是你去出外公共的时候 看字会写出差的 如果你是去读书 留学的话 留学的日文是 所以如果你是去 工作签证 Working holiday 或者留学 如果你有需要 要这个Visa 签证的时候 日文是 Visa 搭飞机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带的一件事 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没有带钱啊 没有带衣服啊 没有带 夹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这一件事 一定要带的 就是 Passport 因为你去到日本的时候 要这个 入国检查 入国审查的日文是 入国审查的日文是 入国审查 入国审查 当你去完日本旅行 或者留学完 之后 回来要出国的时候 出国审查的日文是 出国审查 出国审查 有很多很多的 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我会继续关于 你刚刚搭飞机去旅行的时候 会用到的日文 再介绍多一点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帮我赞好一个 还有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最新的资讯 我会放在Facebook 所以最好就follow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帮忙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左右两边是推荐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进去看看 还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那里会有更多日本的资讯 那里会有更多日本的资讯 拜拜